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职场达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升职快车,职场晋升的速度与激情 二,薪资双击,快速提升收入的秘诀 三,社交磁场,吸引力法则中的人际互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升职快车,职场晋升的速度与激情 各位同仁,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心跳加速,激情澎湃的话题 那就是职场中的升职快车 这辆快车,有的人好像天生,就有头等舱的票 而有的人则似乎还在排队等候站台的通知 那么,如何才能搭上这趟快车,又该如何在这趟旅程中享受速度与激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职场就像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有着各种各样的物种,也就是我们这些办公室里的动物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升职快车的车票并不是随机发放的 它考验的是你的能力,你的表现,以及你在职场这片丛林中的生存技巧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升职快车上的乘客呢? 首先,你得有一副好发动机,也就是你的专业能力 没有人会让一辆没有引擎的车上路 同样,没有扎实的专业技能,你的职场之旅也难以启程 但是,光有发动机还不够,你还得有一套好的导航系统 也就是你的职场智慧 这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你的政治敏感度 以及你对公司文化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接下来,你需要一副耐用的轮胎,也就是你的工作态度 在职场这条高速公路上,你的态度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积极主动,乐观向上,坚韧不拔 这些都是让你的职场之旅更加平稳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加油站,也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支持者 在职场旅途中,他们为我们提供动力和资源 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加速前进 但是,职场晋升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交通堵塞,也就是职场中的各种障碍和挑战 这时候,你需要保持冷静,学会变换车道 甚至有时候需要绕道而行,也就是寻找职业生涯中的替代路径 最后,我们要记住,升职快车并不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职场中还有慢车,自行车,甚至步行等多种出行方式 每个人的职业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向 总之,职场晋升的速度与激情,既需要我们具备实力和智慧 也需要我们有耐心和策略 在这趟旅程中,我们可能会经历起起落落 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职业生涯 让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旅途中的风景 所以,各位,当你们准备好搭上升职快车时 别忘了检查一下你的车辆是否准备就绪 然后握紧方向盘,踩下油门 让我们一起在职场的赛道上驰骋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薪资双击,快速提升收入的秘诀 各位听众,学生,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眼睛放光的话题 薪资双击 这不是电脑游戏里的秘迹,也不是网络小说中的法术 而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快速提升收入 首先,我们的承认 薪水并不是随着你对老板微笑的次数成正比增长的 如果是的话 那么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应该是牙齿最白的人了 那么,如何实现薪资的双击呢 这里有几个秘诀 一,持续学习,在这个知识更新速度比兔子还快的时代 不进则退 你必须像是一台永不过时的学习机器 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技能 当然,如果你能发明一种直接将知识下载到大脑的装置 那你可能不仅能够薪资双击,还能财富十倍增 二,提升效率 如果你能在八小时内完成别人十二小时的工作量 那么你的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但切记,提升效率不是通过喝湿杯咖啡来实现的 长子以往,你可能会在办公室里飞奔 但最终只是飞向医院 三,扩展人脉 人脉就像是一张隐形的网 你不知道哪一条线会连接到机遇 当然,扩展人脉不是指在每一次社交场合收集名片 如同收集宝可梦 而是建立真正的关系和信任 四,提高溢价能力 学会如何为自己的价值和工作成果谈条件 这不是要你变成一个市场上的叫卖者 而是要有策略地展示你的能力和贡献 记住,最好的一家策略往往是让对方意识到他们比你更需要你 五,创造性思维 在你的工作中加入创造性思维 这会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创新者 当然,创造性思维不是指在报告上画几个漂亮的图案 而是提出能够改变由系规则的新想法 最后,我们要记住 薪资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 就像种植一棵树 你需要耐心,照料和时间 所以,当你在为薪资双击努力时 不要忘了享受过程 因为那些小小的进步和胜利将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现在,让我们都去实践这些秘诀 也许下次见面时 你已经是那个让同事们羡慕不已的薪资双击高手了 不过,别忘了 当你的薪水真的双击着之后 别把那些税收的事儿给忘了 否则你可能会体验到另一种双击 税务局的爱的双重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社交磁场 吸引力法则中的人际互动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 也非常实用的话题 社交磁场 吸引力法则中的人际互动 这个话题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物理课堂上的电磁学 但我保证 今天我们不会涉及任何复杂的数学公式 只会探讨那些 让我们在社交场合中如鱼得水 或者像是磁铁一样吸引人的秘诀 首先 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就像蜜蜂需要蜂巢 狼需要狼群 我们人类也需要社交网络 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交达人 有的人 进入社交场合 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了隐形磁场的房间 他们似乎总能不费吹灰之力地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和好感 那么 这背后的磁场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来谈谈吸引力法则 这个法则 简单来说就是 你吸引到你生活中的任何事 是根据你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的频率 换句话说 你就像一个发射信号的电台 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听众 在社交场合中 这意味着你的态度 你的言谈举止 甚至你的非言语沟通 都在发出信号 告诉周围的人 你是谁 你想要什么 你能提供什么 那么 如何才能增强自己的社交磁场呢 这里 有几个小技巧 一 正面能量 就像磁铁一样 正面的能量 总是能吸引人 保持乐观 积极的态度 对人友好 笑容可拘 这些都是增强你社交磁场的好方法 二 真诚的兴趣 对他人真诚感兴趣 而不是只关注自己 当你在对话中 展现出 对对方的关注和兴趣时 你就像是给对方发了一个 强磁场的邀请函 三 倾听的艺术 好的倾听者比好的说话者 更能吸引人 通过倾听 你展现出对对方的尊重和理解 这会让你的社交磁场更加强大 四 自信的姿态 自信但不傲慢的姿态 会散发出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 就像磁铁的两极 自信吸引人 傲慢 则会排斥人 五事实的幽默 幽默是社交磁场中的超级增强剂 一点点幽默可以打破冰山 让人们感到轻松和愉快 但记得 适度是关键 最后 我想说的是 社交磁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实践和调整 就像是磁铁一样 如果不适当地使用 它的磁性会逐渐减弱 所以 不断地磨练自己的社交技能 保持积极的态度 你的社交磁场 就会越来越强大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住 社交磁场不是魔法 而是一种技能 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提高 现在 让我们都去实践一下 看看谁能成为 社交场合中的超级磁铁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职场晋升的速度与激情 快速提升收入的秘诀 以及社交磁场中的人际互动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发现了 在职场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也了解到了 在成就自己的同时 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职场中 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同时保持积极的态度 和良好的工作态度 我们也需要学会 在面对挑战和障碍时 保持冷静 并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职业路径 同时 我们也要明白 职场晋升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职业道路 重要的是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向 在追求薪资提升时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提高效率 拓展人脉 提高自己的溢价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 同时 我们也要记住 薪资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耐心和时间 所以 在努力追求薪资双击的同时 我们也要享受这个过程中的 小小进步和胜利 在社交场合中 我们需要展现出正面的能量 真诚的兴趣 和良好的倾听能力 我们也要保持自信的姿态 和事实的幽默 让自己的社交磁场 更具吸引力 同时 我们也要意识到 社交磁场是可以通过 不断学习和实践来提升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社交场合中的超级磁铁 那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如何看待职场晋升的速度与激情 如何追求薪资提升 以及如何发展自己的社交磁场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学习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